哈囉大家好我是RT的女兒 又到了我們的豆毛棒驗貨時間 這次要驗貨的聽說是老爸的童年回憶 SD鋼彈的最新系列 SD鋼彈世界群英幾億 沒錯就是這三盒 每盒都只需要100多元台幣就可以購入 跟我老爸小時候買來玩的價錢 幾乎是一模模一樣樣 連漲都沒漲 那麼就讓我們趕緊來看看 悟空脈衝鋼彈裡面的內容吧 看看這少少的零件片 讓做習慣超多零件的我突然有種太棒了的感覺 零件終於沒有那麼多要處理了 不愧是小時候的SD鋼彈啊 再讓咱們的巨魔帶各位來看看這色彩繽紛的說明書 看他看的如此努力 看他看得如此努力 還看喔 看他看得如此努力 津津有味我都不能大斷他了 接下來是咱們的景觀翠綠爆風鋼彈 還是那本色彩繽紛的說明書 比較吸引咱們的巨模 畢竟這本說明書上還有兩頁的漫畫可以看 最後就是這隻信長次帶鋼彈 有著最大的盒子裝著最後的零件 咱們的巨模還是只對說明書感興趣 那麼我們趕緊來將它們全部組裝起來 看看這個帥氣的悟空脈衝鋼彈的說明書 真的能夠很明顯的感受到時代的進步 拆白刻頭組裝好的我 馬上就被它的完成度給吸引了 運用了大量的透明件再加上貼紙的點綴 原來現在的ST鋼彈已經進化到了這個地步 看看這多道要用上一整片的透明件 就是咱們悟空脈衝鋼彈的特色 全部的精華與玩法都在這裡了 再看看這些色彩繽紛的各個部位 好久沒有玩ST鋼彈的我 幾乎是一邊組裝一邊戰彈 最後本體組裝好的悟空脈衝鋼彈就像這樣 那個完成度已經超越我小時候的記憶 不知道幾十萬光年去了 不管是四肢的呈現還是各種身形比例 都得到了卓越的提升 最重要的是它只要一百多啊 再來就是咱們的景觀翠綠暴風鋼彈 看看這顆帥氣的頭 那完成度之高 還真的不用我多說 只看這顆頭我多人看上一整天 那要是它的手臂將貼紙藏在內部的粉色法 不僅能摺手還能得到輻射的效果 真的是一舉兩得 最後就是我的偶像信長 刺帶鋼彈 有著最多零件的他 連透明件方面也不輸我們的悟空脈衝鋼彈 然而零件比其他鋼彈模型來的少的最大好處就是 可以一次把它們全部剪下來再進行處理 更不太會搞錯或找不到零件 英國研究指出 一次做一系列一樣的動作 再做下一下會提升工作效率 也就是先一次剪完再一次處理 然後全部組裝 這樣是最有效率的組裝方式 可以為時間緊迫的人們省下大把的時間 那你別看這SD鋼彈系列零件這麼的少就笑看他 前兩隻也是耗了我三個小時才搞定啊 還是沒上色沙漠線的最純素組喔 這麼趕緊讓我們的劇魔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這個腿部的部分到底該如何組裝 這麼組裝模型的興趣就是要從小開始培養啊 以後我那記得高聳如雲的組裝模型們 就靠你來組了啊 劇魔工具人 看看咱們才一歲九個月的劇魔 都能搞定這SD鋼彈系列的組合 其他規定年齡的小朋友們 肯定是更適合不過了 組裝模型不僅可以訓練小朋友看懂說明書 還可以強化他們的邏輯概念 我就是從小的玩組裝模型 才會考試都考一百分啊 那麼手臂組好之後就像這樣 不得不說SD鋼彈的貼紙也是越來越多 讓咱們這些不會噴毒又沒時間製作的人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最好的完成度 還有這個腿居然可以玩啊 我小時候的SD鋼彈的腳趾會左右旋轉而易 而它的動畫SD鋼彈世界群音集 也早早在於4月8日期免費線上播出 新劇集將於台灣時間的每周四十八點 於Gondom Info YouTube頻道上播出 故事講述一個龐大的星球 由各種不同的世界組合而成 注錦關翠綠暴風鋼彈所在的新世界 還有山國角色以及日本戰國角色們各自的世界 而咱們的悟空邁充鋼彈 你可以長就從宇宙墜入地球 還有各種暴走危害人間 最後還是被我們英勇的景觀翠綠暴風鋼彈給擊敗 就這麼逃到了王國世界區 又被我們的劉備獨角獸鋼彈 集合眾人之力給痛扁了一頓 就這麼開始了他們的一段孽緣 不得不說新系列的鋼彈設計 是一隻比一隻還要華麗 最大我都想要買整套來收藏了 那麼全部都組裝完成之後就像這樣 有請我們的劇魔讓他們一起旋轉起來 作為最新SD鋼彈系列的前一二三彈 是不是相當的霸氣呢 那麼首先就來看看悟空邁充鋼彈 經典的豬腳專有藍白紅配色 再加上大量的透明件 還有他俐落的體態 一一看就知道是一隻相當敏捷的猴子 而他的腳翼也是可以彎折的 可動部分真的是比我小時候玩的還要好上許多 真的是CP值爆表的最新系列 看看我們劇魔是玩的不亦樂乎 很愛讓他們全部趴下一起睡覺 不愧是我最得力的劇魔攻毒森 還把我們悟空邁充鋼彈的武器一起奉上 沒錯就是這一把又長又硬的武器 而其他那堆透明件 就是咱們悟空邁充鋼彈最大的賣點 變身系統啦 想不到吧 現在的SD鋼彈還能跟動畫一樣變身呢 這要把透明件一個一個的 裝到悟空邁充鋼彈身上 這把武器上的刀刃拔下來裝到腿上 最後再把這個頭盔裝上去 就可以還原他的悟空邁充鋼彈 悟空醒 真的是帥氣度瞬間爆表 那你以為他只有這樣的話就大錯特錯了 他還可以還原動畫中一開始暴走的 鋼彈形態 只要把悟空的鞋子拆下來 再裝上頭部兩側的爪子 就可以變成鋼彈形態的巨爪 完成之後就像這樣 小小一隻SD鋼彈竟然有三種玩法 說是令人大吃一驚 這隻只要一百多你敢信 令人不禁更加期待萬代未來的新產品 還會帶給大家多少經驗呢 再來就是咱們的景觀翠綠暴風鋼彈 看看這個完成度 真的不是我在說 比起悟空邁充鋼彈的外型 我更喜歡這隻景觀翠綠暴風鋼彈 一身的身色冷艷又帥氣 許多貼紙捕色也都相當的亮眼 俐落的身形沒有過多的裝備 就是他的賣點 最重要的還是這個系列的腰都能折成這樣啊 想不到吧 一邊閃開敵人的子彈還能進行反擊 而他的裙擺的兩個配件 拆下來組合之後 其實就是他的手套啦 畢竟他是維持新世界秩序的景觀啊 最後就是咱們的信長刺帶鋼彈 三隻裡面最霸氣的存在 不愧是我們的信長 貼紙的點綴幾乎都沒在馬虎的 背後還有一片大大的躲篷 說是帥氣度十足 最厲害的還是他是三隻裡面唯一一隻獸可以折的 厲害了吧 然後就是他的配刀 還有劍翹跟著他一起配戴在妖姬 拔刀之後就像這樣 真的是神擋殺神 佛擋殺佛 背後的披風還是可動的 左右手的肩甲也是可動的 去哪裡找可動這麼多還一堆配件 品質又這麼高的組裝模型啊 說不知咱們的信長刺帶鋼彈 也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他還可以透過透明劍的擴充 變成有如鬼神般的模式 看看這個配件一裝上去 是不是又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了呢 殊不知他的透明劍還不止這些 將剩下的全部組起來再裝到配刀上面 就是傳說中的絕刀繪朵龍川 真的是霸氣十足 陰氣換發 在這裡面內容最豐富的就是我打 信長刺帶鋼彈 而這個絕刀配件其實也可以裝在左手臂上 那又是一種不一樣的玩法 真的是善個願望一次滿足 而且這系列還可以透過重複購買同一隻 來無限延展他們的裝備 例如這隻悟空脈從鋼彈 就可以無限延伸他的如意棒跟尾巴 信長刺帶鋼彈則是可以無限延伸他的 絕刀繪朵龍川 愛身多長就身多長 而且第一波群音級特效配件贈送活動 已經展開 現在只要購買兩個SD鋼彈世界群音級系列產品 便可以享受到有特效配件的客製化產品 向前請看我的下方資訊欄 想要入手的人還請趕快售刀去購入 數量有限要買要快啊 那最後的最後還是要問問咱們的喵皇 對咱們的SD鋼彈買不買單 我看在他們三隻的圍攻下 他哪還有說不的權利呢 你看看左擾右抱的 還有一隻在幫他罵殺機 如此至高的享受 付付何求啊 那麼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是RT SD鋼彈進化的太屌了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